谢谢我们的秘义法部落 来 有请三位我们来到台中 紫薇还不拜见黄阿玛 您是紫薇 紫薇是你的真名 童英 所以就娶了紫薇这个CM 孩子 你在哪儿生的 大名 你妈妈还在 先来介绍一下 刚才我们演的整个段落 刚才我们演唱的两首歌曲 分别是《不老梦》和《不畏霞》 就是大型的网游剑三的一个门派 叫《长歌门》 因为整个的门派的风格 是偏向于比较飘逸的一个风格 那些霞鼓柔情 然后QQ刚才跳的两支舞 一首是抱着琴 一首是舞着剑 这是我们自己对这个门派的 理解和诠释吧 这段表演在我看来 最大的吸引力 就是二位唱得都很好 对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你们两个唱歌的交流很少 就感觉我唱我的 你唱你的 哪怕是合唱 我都没有觉得你们是 有一些信息在交流 所以是PKCM 我不和你交流 我就是要比你唱得好 我要把你PK下去 感觉像对歌 就是那种什么山区里面那种 哥哥和妹妹隔着一个山头 在哭唱的感觉 我觉得不是两个人交流 三个人 三个人的交流不够 如果这是一台戏 还有其他的很多戏 和你们做比较的话 你们这台戏的整体性比较弱 三个角色在台上一定要有沟通 中间QQ是那个之前是舞剑对吗 你之前有接触过这种古典舞之类的吗 就第一次跳这种古风的舞 他好像林俊玲说话 他带着声音有点听不太清楚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跳这个古典的舞 感觉到他很努力 但是怎么说呢 尤其是他们两个合唱已经非常抢眼了 你一个人的舞蹈就会显得有点薄弱 感觉一顿喷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节目 给我刚才看到的感觉 就是三个人在各自的一个环境当中 是隔空的在抒发一个自己的一个意境 和情绪的一个东西 在各自围营散开的这个状态下 我其实还是跟追尼的想法是一样 对 各自抒发自己的一个情绪 所以接下来 就要看你们谁天黑之后要回家了 准备好了吗 来三位请就位 我们现在要问密法部落的队长福苏 请问你是否决定让紫薇天黑回家 不回家 暂时安全 请问你是否选择让QQ天黑回家 不回家 那你是否愿意让我们的军百落天黑回家 兄弟 兄弟 谢谢 我要问密法部落的嘉宾队长张俊宁 你是否选择让紫薇天黑回家 紫薇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声音 但是吗 但是 是 一定会找到更属于你的舞 天 孩子 没关系 正带你回家 拿一个小球的吧 来 我首先把掌声送给QQ 谢谢你 恭喜QQ荆棘下一轮 好 来 你在那边休息一下 哥哥队长点评的时候 就大家都说 唱歌的就是摆落跟紫薇发挥比较好 然后当时有点心灰意冷 可是自己的队长选择了我 就这么说被喜交加的感觉吧 其实我觉得QQ是一个特别能干 然后特别努力的一个女孩子 经常就是自己一个人 很努力地去练习 我觉得她晋级是实至名归的 对 所以我觉得她以后可以就是 走向更大的舞台 我觉得是肯定的 有点心啊 就这么说 你会 OH